从站姿开始 正常站立 让你的手背垂挂在身体两侧 不需要去维持完美的姿势 闭上眼睛 当你开始向内进行身体扫描的时候 感受身体左右两侧是否有不一样 只需要感受就好 不用尝试改变什么 把注意力放到你的脚在地面上的感觉 以及你的重量在两脚之间的分配 感觉你的膝盖 感觉你的臀部 感觉你的肩膀 现在慢慢地以左侧躺的方式躺下来 将你的双脚膝盖弯曲在身体前方 就好像你坐在椅子上 左手背伸直过头 让手与脊椎成为一条直线 然后把头整在左手背上 如果这个姿势对你来说不是很舒服 可以弯曲左手 让左手肘朝向前方 再把头整在手背上 如果这个姿势还是很不舒服 你可以把头整在一个小枕头上 注意让头脖子与脊椎保持一直线 在这个动作中 一开始的姿势很重要 你的脊椎大腿和小腿间应该成90度直角 所以再次检查你的姿势 确认膝盖弯曲的幅度足够 让大腿和脊椎保持90度直角 然后确认你的小腿和大腿也是成90度直角 我们会将练习分成两部分进行 首先是上半身的动作 再来是腿部的动作 然后把两个动作放在一起做 将你的右手背向上伸展过头 试着用右手去覆盖你的左耳 你的右手背会像头戴一样绕过你的头 右手肘指向天花板的方向 在这个动作中 你的手背会帮助你支撑你的头部重量 深吸一口气 让肺部和腹部扩大 当你吐气的时候 慢慢地把头往右侧抬起 好像你想要把你的右手背碰触到右臀 观察一下你是否能够感受到右侧腰部的肌肉在收缩 帮助你完成这个动作 当你准备好时 用你最慢的速度放松回到一开始的姿势 重复一遍这个动作 深吸一口气 让你的肺部和腹部扩大 当你吐气的时候 慢慢地再把头往右侧抬起 将你的右手背往下靠近右臀 感受你身体右侧腰部的肌肉正在收缩 当你抬到最高点时 稍微停顿一下 感受肌肉的收缩 然后再慢慢地用六排放下 然后你的手回到地上休息 确认你的姿势 检查脊椎、大腿和小腿之间是否都还保持90度 如果姿势已跑掉了 调整身体回到正确的姿势 把你的右手掌心贴在地面上 接下来做右腿的动作 两腿并拢 大腿和小腿乘90度 将右小腿慢慢地向上抬 但记得保持膝盖并拢 大腿和小腿乘90度 这个动作好像在开门一样 当小腿抬到最高之后 再用你最慢的速度把小腿放下 回到原本的位置 重复一遍这个动作 再次把你的右手放到腰上 让你可以感受腰部肌肉的工作 两腿膝盖保持并拢 慢慢地把右小腿向上抬 观察是否能感觉到右侧腰部的肌肉在收缩 当你准备好的时候 用八拍的速度把右脚慢慢地回到原本的姿势 把你的右手放回到身体前方休息 现在把两个动作连在一起做 再次确认你的姿势 检查你的脊椎大腿和小腿乘90度直角 再次把你的右手绕过头部 用右手去覆盖你的左耳 深吸一口气 吐气的时候慢慢地把头和右脚同时往上抬 应该可以感受到身体右侧的肌肉在收缩 帮助你抬起 当你抬高最高点时 再以最慢的速度放下 一路抵抗地心引力 重复一遍这个动作 深吸一口气 吐气的时候 慢慢把头和右脚同时往上抬 你应该可以感受到身体右侧的肌肉在收缩 帮助你抬起 抬到最高点后 再用八拍把头和脚一起慢慢放下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做完这个动作 把你的右手回到身体前方 放松休息 当你准备好的时候 用手推撑地板 帮助你从侧躺做起 当你准备好 再慢慢地站起来 正常站立 让你的手背垂挂在身体两侧 不需要去维持完美的姿势 闭上眼睛 你还记得做这个练习前的身体感受吗 留意你做这个练习前后 有什么不同 将注意力来到你的脚在地面上的感觉 以及你的重量在两脚之间的分配 感觉一下你的膝盖 感觉一下你的膝盖 感觉一下你的臀部 然后感觉你的肩膀 下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